我們要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呢 剛剛講到陳宗彥的 被講到說常態性的涉嫌召集的問題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就來線上的來請教一下 台北市議員楊枝斗 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 是的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了 這一次的事件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說 怎麼回事啊 真的是讓人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在整個民進黨裡面 要嘛呢 涉黑啦 要嘛呢 就是涉黃啦 在這部分呢 我們請直斗兄呢 在線上幫我們稍作等候一下 幫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個關鍵人物叫什麼 叫豆哥 豆哥 我要找朋友 好 就知道這個暗號呢 就是要幫忙來找小姐了 好 這個部分除此之外呢 還有大家最近都很愛問的一句話 這個一問候就說 小雲 小雲有空嗎 好 這個部分呢 其實更大的問題 不是說呢 陳宗彥這個人是不是有真正的 就是說啊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去 這個性招待這件事情 不是性招待的問題 而是性招待背後 是不是有所謂的對嫁關係 違法的對嫁關係 你收了人家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你是不是替人家辦了哪些事情 這都應該要好好的去查清楚 這個是真正背後更大的問題 可是呢 我們知道說呢 在陳宗彥他的這個記者會當中呢 他特別來做解釋 可是有一些呢 輕描淡寫 然後該講到的沒講到 該解釋的沒解釋到 然後反而是呢 自爆了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他怎麼說 他為了要暗示他是清白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從來沒有被檢調約談 沒有被偵辦 沒有被調查 檢方連問都沒有問過 好 這句話呢 他看似好像說 對啊 那就代表你沒有做了什麼不法的事情 所以沒有被調查嘛 結果現在呢 跟大家問題是什麼 司法是不是有吃案的問題呢 你是不是自爆了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因為這件案子當初會被查到 是怎麼回事呢 是因為先查這個酒店業者嘛 你是不是呢 到處去呢 給人家一些好處 然後叫人家瞧事情 辦事情 好 這件事情呢 查著 查著 發現1號 叫做陳董的人物 再查下去不得了 這個陳董呢 居然是陳宗彥 好 在這個部分呢 當初就已經怎麼樣呢 103年4月14號的時候就說了 好 陳宗彥等人呢 好 這個涉嫌呢 是不是有違反貪污制罪條例 所以呢 希望可以千分他案 來續行偵辦 好 所以要來請一個裁事嘛 就是說你來告訴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做呢 好 最後就說了 好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因為上開案件 好 這個問題當中呢 已經提起公訴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要來針對此部分呢 直接來分他案 續行來做偵辦 但是呢 1年多之後 查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查到 怎麼說呢 這一次因為輿論的壓力 好 來告訴你了 這一次呢 台南地檢署趕快發了新聞稿 告訴你說呢 好 我們當初是因為 查無具體不法啦 所以說呢 這個案子呢 就直接來結了 就沒有了嘛 但是呢 現在 好 好 那就趕快來 再來另行封他案來做調查 好 當初你說沒有查到真正的 具體的不法事項 現在又趕快告訴你說我們要再重啟調查 自相矛盾嘛 背後是誰出的手呢 現在呢 黃銘就推測說 很有可能啦 是因為這個賴清德 現在又來弄這個學術啦 這個倫理雖然有開這個逃生門 但是呢 還是有動到一些人 除此之外呢 這個排黑條款 動到黃成國了啦 這樣是什麼 動到陰系了嗎 所以說呢 他們不會做事不管 或者是說呢 會不會跟台南在地有關 光電業者有沒有可能 好 現在就被認為說有這樣子的可能 好 現在呢 也被尤淑惠來質疑說呢 這一些喔 對話記錄 內部簽成監梯一文 不是誰都可以拿到欸 這個資料來源 難道不是簡調流出來的嗎 這難道不是動用國家機器了嗎 好 所以現在呢 一個卓勢驚非的狀況 讓大家都覺得非常非常的矛盾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線上就要趕快來請教一下 台北新議員 楊枝斗 好 在這邊呢 剛剛我們已經打過招呼了 這邊呢 我就直接來提問了 就是說剛剛提到了 第一個 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矛盾 當初呢 就已經輕輕放下了 結果現在呢 因為輿論的壓力 馬上又說要來調查 這是要直接來做切割嗎 好 再來就是說呢 當初的事情 大家也很質疑說 這個背後 他收了好處之後 是不是有幫人家做什麼事情 好 這件事情為什麼要擺那麼久 現在才拿出來 是不是因為呢 可能早就有人已經看好說 啊 遲早這個賴清德會起來 所以呢 他的子弟兵曾經做了什麼事情 證據就把他捏在手裡 就是為了要等到現在這個時機點 把他拿出來 然後希望可以阻賴清德路 在這邊您怎麼看 所以養這個暗時其實也養蠻久的 十幾年前的對話記錄 現在被爆出來 監聽議文也都出來了 養兵遷日我只能說是用在一時 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時機點 見直的誰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剛好我們民進黨最近才開始 好像有壯士斷丸的決心 賴清德全面掃黑 把黃昌國等一般有色黑的這些幹部 全部掃出民進黨 那結果隔天馬上就被爆料 所以很明顯應該就是有 像剛剛黃陽明講的 可能是黃陽明派系的高層出手 因為你搞我 我就搞你 你搞我英系的人 我就搞你賴清德的人馬 感覺有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今天 昨天爆料的委員 陳婉慧他又說 其實他早就在一個禮拜之前 就接到吹哨者 提供的資訊跟消息 所以還是要繼續去 去後面去看說 最後背後的 吹哨者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 會尋求爆料的途徑 大部分就是你反對黨 然後聲量比較高 跟媒體關係比較好 會常上節目的這些人 你會覺得說 他平常有在接觸媒體 然後也可能對於爆料 這種資訊的掌握比較有興趣 他應該會大作文章 把這個議題打得轟轟烈烈 可是這個吹哨者他很奇怪 他找了一位民眾黨的 新科的立委 陳婉慧 過去也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他的背景跟來龍去脈 也不知道他有什麼戰功 但是卻把這個很強很強的證據 丟給陳婉慧委員 那陳婉慧當然他這一張打得很漂亮 陳忠諺直接被換下來 可是為什麼 這個吹哨者他不是找其他 看起來更有利的人士 例如說王鴻威 例如說找徐曉欣 為什麼不是找他們爆料呢 這中間又是吹哨者爆料者的 自己私下的考量又是什麼 為什麼不找國民黨 是不想讓國民黨有這個攻擊嗎 還是說覺得說 國民黨的人他不是那麼的信賴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要去玩味 跟思考的原因啦 可能這個人他其實 他內部他是討厭 這個賴清的人馬陳忠諺 他可能癡心他討厭 手上有一些證據可以弄他 但是他又不想讓國民黨 搶到這個功勞 所以這樣去分析之下 就知道說可能就是 民進黨內部的人在搞內鬥 但是他又不想要讓國民黨的 這個王鴻威 徐曉欣等人去撿到槍 所以才把這些資料 提供給相對威脅性 沒有那麼高的民眾黨的 新科的委員 大概可以去這樣子做分析啦 那剛剛所提到陳忠諺 為什麼現在過了11年 檢調又重新偵辦 那你是問在過11年後 這些LINE的記錄搞不好 對話換了手機就刪掉了 換了手機就不見了 可以再查出些什麼呢 11年前的案子 你要再續行偵辦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完全的 你不知道在幹什麼的狀況 就是聽風向來辦案子 你檢察官去思考一下 11年前的LINE對話截圖記錄 叫你把11年前的 這個電話拿出來 可能電話的手機門號 都已經換過了 你要再重新偵辦 就這個案子去查 有沒有性招待 有沒有貪污的部分 那就只是在做政治處理嘛 因為你實際上 你在法律上面 絕對是找不到更新的證據 你過去查了一年 你找不到證據 所以你簽解嘛 那你現在過了11年之後 你奢望在 可能明年的總統大選之前 你有一個水落石出的結果 用正常人的頭腦想 也知道是怎麼可能呢 你不會有新的案件嘛 所以現在做一個政治動作說 我還要再繼續調查 其實就是 民進黨政府 現在去指示這些司法機關說 你做個樣子 證明我們有查案的決心 就跟賴清德一樣啊 他好像去針對黑金 針對學輪這些東西做處理 但是只處理到很表面的事情 讓這個在野黨的香罵本去減少 減少未來政治工房的空間 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有做 肥膚好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